要有健康的身体 尤其在年纪大了以后 有三个最主要 一个要走得动 你身体有运动的话 脑部同时也有在运动 第二个就是要吃得好 营养分其实对年纪大了 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加上温滩病第三 可以让他的身体体质 骨骼系统变得比较好 运动系统就会好 走得动 身体才能够健康 维他命B群 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很重要的 手麻脚麻 或者说思考各方面的状况 需要维他命B的腐眉来运作才行 维他命C维他命E 这些具有抗原化 让身体在老化的过程当中 能够速度减缓 这是在营养分上面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是我们要有好的睡眠 所以晚上有好的睡眠 第二天早上 把这些白天累积的读书排完了 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脑部功能